我刚才说了一只发营起的中海游 因为观众想问883是怎样看的 营起有上半年的市 刚刚是油价最近回了 是否应该股价近期都没什么帮助 慢慢地 今天来说都可以的 你靠找得到 始终营起也有一些帮助 因为逆着市也不用跌 正今市现在跌了二百多点 但是玩油价也跌过 但是你说要借着这次营起 好像之前那样上升很高 我想真的难 其实过去都说过的 就是营起 因为一来真的不意外 过去这半年 你一个油价这样上 你不营起就奇了 其实是斜飞升 营起就真的不是太意外 但是在股价我相信都反映了很多 或者反映了 或者反映了 因为你整个半年 就是不计过这半年 一个月开始回调 就是由年初升到6月中 差不多12元这些位置 整支这样上升 其实反映了几种东西 业绩好 油价强 翻映了 派高息 这四大因素左右 其实在这一阵升浪 就是6月多上升到12元 差不多 挨近八九成 其实都反映了很多 或者完全反映了 所以你说这一刻 公务营起 真的不是一件意外的消息 所以对股价真的不会有特别多的炒作 还有像我所说的就是你看这一个油价 因为其实海优这些 直接看现在当前的油价会多 比你看那个可能营起业绩 还是怎样的 但油价很明显地 最近是在回近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海优来说 还有也过了那些随症 其实也没什么吸引点 现在 所以我想暂时的社会是比较弱的 还有其实你看记者面也是 因为这三天加上今天 三支阴烛出现之外 其实连续三支阴烛 都是压着一条100天线以下 100天线以下 现在9.7至9.8度 但是过去整个半年的升浪来计算 其实只是三月份 穿一穿过那些100天线 就立刻回上去 当日收也没有收穿 之后已经阳足了 但是这几天是连续压着一条下收 其实整个形态已经明显弱了 而且RSI其实也一样 因为看股份 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看RSI RSI其实是反映到动力够不够 近期其实海油的动力是弱得很紧要 现在仍然只有28 其实很低 50也未够 所以一定不会有力再上回去 所以就算不要说是否大跌 但是我觉得 你说现在去买好仓 去驳它上回去 我觉得似乎不是太直播 我会觉得是等 如果你说货一个中性一点 我相信油价调度可能低多一点 例如矮近90元松一点 应该就会坚定一点 而且海油中长线 也有很好的收息条件 即将来的纪元有Gain 1T 牌的股息也有 计算6多左右都有 股息率 所以你说去到低一点 才考虑一下中线 我觉得可以 但是现在去驳一个上升 驳一个反弹 我就未必太建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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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